主席你昨天在這臉書跟KPTV都有在罵高端 跟其實賴清德沒有表態嘛 到選前才說要公開合約 不過陳時中跟薛瑞好像都沒有要理他的意思 而且你好像又說 就是因為高端你才開始對民進黨會有影響 民進黨分手是從基隆輕軌開始 基隆輕軌有知道說國家的錢不是這樣有 高端的時候就真的犯典 為什麼你知道 政治你知道不可以連良心都沒有 就是說都已經在死人了 已經疫情爆發了 你們還為了要高端撈一點小錢這樣 讓全國讓人民陷入危險 這個就超過我當醫生的這種道德底線 那其實是民進黨的話術 就算現在契約公開 我猜他公開不對不公開也不對 就是說你現在公開人家說 那你為什麼一年多前人家在吵的時候你不公開 對對對 他從來這很奇怪 還有一點 這個 其實那個也是也是也是很離譜 就是說他從來是保存不是封存 我就想起以前那個是停電不是缺電 是什麼超買不是走私 還有什麼超車不是超車 我還要動回來了 我每天都發明那個新名詞 你知道嗎 我總是誠實說那個就講那個話 人家說保存不是封存 這個 他們實在是 這個應該給他賠一本什麼民進黨幹話路 高端這個錄音檔流出來 昨天這個國民黨立委有證實說他是真的 而且現在還說有一份這個股東的名冊 涵蓋了一千多名的民進黨的黨員跟幹部 知己這個高端是不是已經成為了民進黨的事業 他有說過 高端整個疫苗採購 他要公開 也到現在 吃了半天 民進黨的立委 不然跳出來還要公開了 所以 講了一套說了又做一套 最近又爆發錄音帶事件 錄音帶事件一爆發以後 大家都認為裡面 很多人是民進黨有關係的 所以大家提出了很多的質疑 民進黨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回應 甚至賴清德說 他六十幾件的高端涉及的弊案 完全 都沒有事 我相信人民的智慧有那麼笨嗎 何友宜 只要當選 高端採購案 以及草譜案 不但要解密 趕快把案子釐清楚 該辦就辦 查清楚還給人民一個公道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很擔心我當選 因為我會成立新的特徵組 尤其我非常的專業 一直查清楚 所以他們很擔心我當選 所以不但這一段時間 都是抹黑抹紅 就怕我動損 怎麼看這個高端疫苗的合約 現在也被質疑說 為什麼要封存三十年 那賴清德說可以提前來公開 會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到選前才要公開這個東西 目的會不會坦白信 我想賴清德當然是被他有壓力 那麼因為高端這個黑箱作業 本來就是現在民眾非常不滿 民進黨施政的其中 非常主要的一個環節 那麼賴清德他既是民進黨的主席 而且也是現在總統候選人 但是我覺得最荒謬及可笑的是 當他已經公開說 應該要公開高端疫苗的合約之後 有沒有發現嗎 行政院靜悄悄的 好像把賴清德的說法當空氣一向 所以我們也非常懷疑 賴清德是不是說完 他就不理不睬了 那麼而且是不是這也代表高端的合約水實在太深了 所以即便賴清德他對外說要公開合約 但是包含陳建仁或者是薛瑞妍不甩就是不甩 那其中這個英黨裡面有一句關鍵 他說一路綠燈 一路綠燈是什麼意思 難道這個評審裡面真的有自己人嗎 他們怎麼能保證說這個高端疫苗一定會通過這個EUA呢 為什麼他們會說一路綠燈 其實當時高端的爭議 就是他在整個的授予他EUA的時候 其實外界的爭議就非常非常大 那包含呢 到現在為止他也沒有做滿三期 那麼當時我們的政府還幫他們說了很多的謊 說他們會做三期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這個錄音檔曝光之後講的一路開綠燈 跟我們外界對於當時在審查給予他EUA 這個的一個過程 跟我們的認知是完全相符的 所以才會大家這樣質疑就說 是不是為了要就是來護航高端 所以當時甚至在擋疫苗 擋疫苗是不是也是為了讓高端能夠順利的 跟國家能夠簽合約 而且事後我們來看 高端幾乎他所有的營收 都是來自於跟政府去賣高端疫苗給政府 那麼賣完之後呢 他竟然有連續七八個月是零營收 這個大概都是在我們現在上市櫃公司 都不會看見的事情 所以高端沒有貓膩 高端沒有鬼 我想是沒有人會相信的 賴信德昨天說他要解密高端 您會不會認為說這也是一種政治操作 我跟你講 要解禁的東西多的是 我昨天實在應該問他說 那個小英的深等資料 你要不要主張解禁 這才是要害的題目 只是說我們常說算了 明明知道他不敢回答 為什麼要問他那個題目 其實要公開早一點公開就好了 拖那麼久 看昨天賴清德說要公開這高端疫苗的採購合約 是不是打臉這個陳時中說封存三十年 問題就是說你民進黨是一體的 那你賴清德你原來是副總統啊 而且你賴清德也跳出來支持高端 你記得嗎 那時候捲取袖子 除了蔡英文賴清德 這個蘇貞昌 陳時中都捲取袖子啊 然後都支持高端疫苗啊 那不很怪嗎 那賴清德當時不講話呢 你還助紂為虎做倉啊 那你現在為了選舉呢 你講這個話 你根本是欲求之河嘛 是這個共犯 你們根本就是共犯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話 你早就該講了 不是現在才講 請問賴清德先生 作為台大的校友 你對當年卡管案 還有林志堅的論文抄襲案 你對民進黨這樣幹 你的評語是什麼 你也同意這樣做嗎 在那段時間 我沒有聽過 你有講真的一句話 作為醫師 高端疫苗 你真的同意嗎 別人我不會怪他 我會問你 因為你是醫生 為了高端疫苗 黨BNT 你同意嗎 高端疫苗要封存30年的 採購合約 你同意嗎 當時提供給立委審閱的 重要項目 全部塗黑 這就是民進黨的公開透明嗎 我也問侯市長 一個問題 我在內心很久了 其實黃國昌公布 他們家的賴皮疙控照圖 其實新北市政府早就有了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 你是要仰岸 還是 還是你們就是互相卡 我想不通 第一個 我不接受 柯主席撐我們家的房子 是用那樣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不禮貌 一般的民眾就算了 你是黨主席總統候選人 你不應該帶頭做這種 惡意的示範 那第二個 身為台大的校友 我當然關心台大的學術自由 關心台大的發展 你只注意到 管教授的這個案件 但是你沒有去注意到 其實一開始 有聲音的是來自台大的校園 而且他能夠擔任校長 也是在我擔任院長的時間內核定 這個你應該 通通都應該要清楚 我對論文抄襲的態度一向嚴謹 這個在論文 我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我已經做出嚴正的財事 你如果認為高端有問題 你是醫師 你可以提出到底問題在哪裡 移送檢方去辦 就我所知道 目前各地方檢舉的62個案子 檢調單位都已經查明完畢 並沒有任何弊端出現 你如果還有進一步的證據 我鼓勵你不要停止 待會離開的時候就馬上去地檢署案名控告 另外 合約的部分 我贊成應該要公開 為什麼 因為高端他們的價格已經公佈了 立法院也已經調閱過 監察院也已經審議過了 所以這個時候把這個合約公開 我認為人民有知道的權利 而且也可以避免不斷的惡意的攻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 何市長我要跟你說明 我2014年去上海 我講的是什麼 我說希望能夠透過交流 增進彼此的了解 理解 諒解 和解 用交流取代對抗 對話取代對抗 交流取代唯獨 我沒有提到任何親中愛台這樣的理念 我簡單跟你說明 我希望你未來不要再以而傳而